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大家都好吗? 是否也开始学习了呢?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东西 其实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说,看这个画面就知道 四个存者的理财方式 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身边所拥有的 这个存者呢,到底有多少? 不管是实体的存者 或者是数位账户的存者 你知道这些账户 其实可以为你带来一些 简单的理财的功效吗? 如果你不知道 只是单纯傻傻的办了账户 但却不知道运用它的人 那就很可惜了 也非常欢迎你 就是今天一定要来收看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所谓的理财的部分 你一定可以善用 你自己手边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银行账户呢 然后让你可以达到 就是更轻松的去管理你的资产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四个存钱的理财方式 好不好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主题就是 在今天的影片里面 你可以学到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什么是四个账户 四个存者的理财方式 我会做介绍 那第二个就是 到底有哪些账户可以让你 就是比较好的去选择跟使用呢 第三个就是宝可梦 都是怎么使用账户来存钱的 我的资金管理方式呢 也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吗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往下走 好 到底什么是四存者理财法 好 那其实呢 我们 其实一生当中 可以会使用到的 这些所谓的账户 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包括你可能换一个工作 就会有一个新转户的转变 那么 你换了第二份工作之后呢 第一个账户的新转户 难道你就把它丢掉吗 有可能就是放着就作废 就不使用嘛 好 事实上我觉得你都可以 把这些账户拿来当作是 另外一个资金的用途 比如说像我们画面上面这边看到就是 第一个是你的新转存者 那新转存者一定是你自己本身 你的公司叫你去办的那个户头 所以钱每个月就是从这里进来 那第二个账户呢 你也可以去 比如说你之前 比较少使用的账户 你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 消费专用的存者 好 那它可能必须要几个特性 就是说 它必须要让你就是 很方便的去存钱或提钱 好 所以像这种账户的话 让你在存钱提前 你也可以去省一些手续费 比如说 中国信通的买位数位账户 它其实因为 在全台湾有四千多个据点 所以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你的消费账户 然后来做提款跟存款 其实也算是一个 很方便的一个选择 或者是说 你也可以使用 就是有很高额的 这个应该说次数很高的 这个跨行提款转账次数的 这个银行呢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消费账户 比如说 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那么 它也每个月有16次的跨行提款 跨行转账的次数 你拿它来做提前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或者是退而求其次 之前很夯的这个 所谓的RECHA数位账户 台新的 它一样也有5次的跨提 跟5次的跨转也是很适合拿来使用那个所谓的消费账户 因为你在提款的这个次数上面其实都是比较轻松的 好 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备用存者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其实难免都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这个所谓的备用存者的部分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就是先存好你6个月左右的生活准备金 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薪水或者是你的开支大概是2到3万 那我就很建议你存至少有12万到18万左右的这个钱 放在这个互同上面 那你尽量就是不要去使用它 而是非常紧急状态 比如说你忽然间失业了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提取你的生活费用 或者是你忽然间出车祸了 有一些应急的状况的话 这个钱对你来说就会是一个 让你心里面比较不会那么浮沉的一个 这所谓的保护伞 所以你还是要存一个所谓的备用基金 让你将来以备不时秩序的时候 就是可以去使用到的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有 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第四个账户是投资存者 那我觉得投资存者这个东西 其实是应该是要占你所有的比重里面是最高的 为什么 因为你投资存者里面放的钱 投入市场 你能够赚取的复利 为你带来的这所谓的财富 滚动的这个效应是最大的 因为如果我们是用我们自己工作 所存下来的钱 是很难去达到致富的 但如果你是用资产去滚出 这个所谓的利息 负利 那么你的资产增长的速度 才会是好几倍好几倍在跑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家一定要就是特别去注意 你的钱应该要最大一部分的钱 是放在资产的账户里面 投资的账户里面去 然后要持续 而且不间断的把它放到市场里面去 才有可能创造最大的收益 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四个账户的理财方式 也就是说当你的薪水进来 比如进入第一个薪资账户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把它转到 比如说某些一部分的钱是到消费账户 然后备用的存折 钱还没存完的赶快存进去 那么应该有短分之五十 绝大部分的钱应该是要直接转到投资账户里面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存下最大程度的钱 毕竟辛苦工作一个月 你的钱都已经入账了 你应该要先支付给自己 给未来 就是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愿景 而不是现在有钱就现在花掉 那真的是太短视经历了 好吗 好 那接下来的话往下看 就是这四个不同的存钱账户呢 像我上面写的就是 你要依你不同的存钱目的来存钱 这样子才能够快速的去达到这个所谓的理财的效果 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一般人应该都是说 我的薪水进账了 好 我赶快去还我的卡费 因为我上个月可能刷了不少 那接下来呢 我要缴房租了 水电费啊 然后这个所谓的瓦斯费什么鬼的 全部都要缴 缴完之后小朋友要零用钱 好 要缴那个学杂费什么都弄完 那最后你剩下存存来投资的钱多少 真的没剩多少 好 所以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其实长久以来你是存不了钱的 所以我很建议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是否有可能为你自己创造出四个不同的目的的账户 然后每个月呢 就是依照你的纪律 理性的纪律去做这件事情 钱哪些钱要做什么事情就把它分好 然后最大一部分的钱应该是要放在投资账户里面 这样才对 好 如果你是最后最后 永远是最后 就是有剩下的钱才拿来存钱的话 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财富自由 永远都没有办法变有钱 这真的是很现实的一部分 你们一定要去确认这件事情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到底有哪些账户可以提供选择 好 然后我现在讲之前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些都是我的银行存折 有没有看到 非常的多 像那个什么 大台北瑞星账户我也有 然后这是什么 凯基 凯基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凯基的话 也是我自己目前很常去使用的一个账户 所以 然后像 诶赵峰我也有办 真的好多 所以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办了好多好多的账户 那像这个 台湾银行也有这个所谓的黄金存折账户 好 宝可梦真的办了不少 然后这个 没有 渣打的 好 渣打的账户 然后中信我也有 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 呃 可能我 我的兴趣不只是 在所谓的 申请信用卡上面 我甚至连银行账户 我都有好多好多的那个 想法 然后都想要去 去把他这个所谓的申请 这是国泰式化的 他国泰式化早期有一个 很可爱的卡 好 这叫拉拉熊的卡 你有没有印象 好 这拉拉熊的卡呢 也是当初他真的 很可爱 然后三四年前 我就跑去办来用 好 就是要收藏 好 然后现在我手边也是一堆 这个所谓的 账户的 有啦 拉拉熊账户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好 这真的是很特别 好 好 好 来 然后再来 元大 元大也有 元大你看我连元大的外汇账户都有 这个 非常的 就是该有的该办都有 然后就是最传统的这个所谓的邮局 你看我也有 所以 这个还蛮 还蛮那个的 对 你看万泰 这个是凯基银行的前身 是万泰银行 你看我里也有开他的户 就是 莫名其妙乱七八糟银行 我都好看 也不是乱七八糟 就是 比较小众的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你们看到彰化银行 彰化银行的账户我也有 所以几乎 全台湾的银行的这个账户跟信用卡 宝可梦全部都收集齐全了 那 早期一定有人会问我说 啊你是疯了 你又没有那么多钱 你存 你开那么多户都干嘛 那我现在可以很大声的跟你们讲 这些账户将来都会有用处 因为我只会越赚越多钱 然后 有这些坑我就可以把钱一一的填满 补满了 好 所以也是 提供给大家参考 你 不是办不下信用卡 你不是办不下账户 而是你需要用时间慢慢的慢慢的去跟银行 搬干减 然后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些 你心目中所想要的银行账户全部都办下来 那刚刚跟你展示的全部都是我的传统账户 也就是说你要去银行 抽号码牌零贵开户的 那一般人不是觉得说 哇 那 尽管不是有规定你三个月内不能开超过三间银行的户头吗 那这些户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就是 我可能每两三个月我就会去开一家银行的新户 然后在我工作地点附近 或者是在我住宅附近的 我就跑去银行 然后就是 抽号码牌就进行开户这样 问你说 有没有什么需要 为什么要开户 你就说我可能要扣心用卡费啊 然后我要投资啊 我要储蓄啊之类的 其实你用一个很单纯的方式来跟他们讲 他们其实应该都是愿意的 只要有地缘性的关系 其实他是有机会可以开下来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 如果你是要用传统账户的方式去增加你自己的不同的户头 那么你就要克尊这几个原则 就是三个月内不要开超过三间 然后诚实的告知 你要这个户头做什么 你不要想说是宝可梦说 我要开很多户头来存钱 那这样子他不知道宝可梦是谁 他就不会让你过了 还是要据实告知 那这边也有讲到说 传统账户就是一定要零贵 然后一家银行其实基本上不会超过一户 因为基本上的话 同样的东西他不会给你太多 这尽管会有规定 所以你如果你要用四个不同的账户 你可能就需要有四个不同的银行账户 然后来做这个搭配 事实上是比较麻烦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你看我这几年之内 我就全部都办下来了 所以这不困难 然后这边有写到 大部分的传统银行账户 是没有额外的跨行提款转账次数 这是很现实的 因为你对银行来说 你不是有贡献的客户 他不会针对你 给你额外的一些好康 除非他有在重开物数 不然基本上传统的银行的户头 都是不会有任何的 跨行提款转账次数的 那如果你是新转户的话 就比较特别 因为那是公司去谈的 那可能会有 那最后的话就是 传统银行账户的第四点是 它的储款利率很低 所以我现在有这么多户头 但除此之外 我也有很多的数位账户 所以我的钱其实反而会比较愿意 放在数位账户里面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可以给我比较高的利息 那在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数位账户之前 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传统账户虽然说它的利率低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当然数位账户可能有啦 但是你的传统账户因为它有存折 有折 它是有折的 所以你可以在线上做定存 或者是零规做定存 那你定存的金额将来可以当作是 你要申请信用卡的财力证明 这点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小财神粉丝朋友们 你们是可能已经结婚生小孩在家里面带小孩了 那你可能没有固定的公司的薪水收入 那你就很适合使用定存单这种方式 存个十万二十万三十万好几张 然后去刷布子 然后它后面就会有你的定存的这个记录码 这个东西都可以拿来当作是将来你的财力证明 来申请信用卡 很管用 尤其是你要提升额度什么的 很多银行都吃这一套 基本上它也是认定的 这个所谓的你的资产类别之一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传统账户不要瞧不起它 它还是很好用的 因为这个存折 基本上还是银行会认列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记录之一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讲到数位账户 数位账户当然有好多好多优点 对像这边的话就讲到这个你可以网路开户 你可以不用零鬼抽号码牌 很方便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来看一下 有一些银行 它可以开立很多组的数位账户 像之前台北富邦有那个所谓的Vbanking 然后那个Vbanking 我就不知道拿来说石清风 就开了四五个吧 所以我自己现在的台北富邦的数位账户Vbanking 可能就五个 那这五个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功用 有时候你可以绑这个所谓的Line Pay Money 或者是一些这种这所谓的电子支付 然后可能还是可以A一下好康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数位账户你能多办就多办也不错 那这样最近比较夯的是那个核库嘛 核库的数位账户其实好像也可以多开 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网路上关注一下相关的讯息 如果有可以的话 在自己的连针不会爆掉的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去申请数位账户来使用 那这些数位账户有几个很大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它有额外赠送的跨行提款转账次数 比如说刚刚讲的核库数位账户 它就是新户有最高66次的跨行提款加转账次数 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去利用的 那再来的话像远营Banky它也有这所谓的 每个月的六次跨提六次跨转 也是很好用 那再来的话呢 Richard老字号的就是五次跨提五次跨转 王道也有五次跨转 所以很多很多的数位账户其实都有提供很不错的优惠 你都可以去申请下来使用 这对你来说其实你在资金调度上面都是很方便的 那再来的话数位账户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所谓的高利活储的部分 那你一定很好奇 就是这个高利活储到底是可以高到多少 我直接跟你讲一个数字 一般传统的账户如果你是把钱放在里面的话 它的活储利息大概是0.03% 那数位账户的话 它现在都是1.1%到2.6%起跳 这中间就差了几十倍了吧 对啊 所以就是还蛮差蛮多的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在特别的去 网络上去找相关的资讯 或者是宝可梦其实也有写过相关的 这种所谓的高利活储的数位账户的开户推荐 比如说这边又要再来考大家了 这个A银行1.1%高利活储 B银行1.2%高利活储 C银行2.0%高利活储 D银行2.6%高利活储 你都知道是哪些数位账户吗 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 你一定都知道我在讲哪些银行 那这些银行的优惠就是 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 如果不知道的话 用高利活储加1.1%或者是1.2% 你就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关键字了 好不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公布答案了 ABCD四个银行 哪一个银行是你想知道的 就赶快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扫码QR Code 就可以看到介绍文章了 这些都是宝可梦 特别花时间去写的 这所谓的各个数位账户的介绍文 所以有兴趣 想要申请的朋友 赶快拿出你的手机 进行扫码QR Code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好不好 所以这是四个高利活储的数位账户 介绍给大家 再来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应该很想知道 就是宝可梦有50几个银行账户 又有数位账户不计其数这么多 到底我都是怎么用数位账户存钱 我觉得存钱这件事情 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感很有趣 除了你办信用卡 然后累积了500张 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成就之外 也许我应该也是全台湾最多 就是账户的男人 就是也是没事 也是跑去银行开户 就开了很多 那这些东西 现在可能里面都没多少钱 但是将来一定会慢慢的 把它存好存满 300万的这个存保 都可以把它存满 这样子 中央存保的部分 300万以内 如果这个银行倒掉 这个钱你都可以拿得回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很大额的资金 然后你想要在台湾分散风险 那你要存在银行户头的话 其实300万也都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储存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额度啦 对你来说都是很够的 好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到底我都是怎么使用数位账户 好 来 那我就移这四个不同的类别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薪资存责 宝可梦的薪赚存责其实是第一银行 我们公司是第一银行 所以第一银行的账户 如果你来加开一个ILEO数位账户 其实是很方便的 好 所以第一银行的我自己的新转户 有五次跨体五次跨转 自己可以用完之外 ILEO你申请了 你还可以拿到额外的这个 所谓的十次跨跨转的这个优惠 好像是五次跨体十次跨转 就还蛮多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交互运用 像我的话 我们自己新转户的这个高利活储 它的利率就没有像ILEO这么好 它没有高利活储 但是ILEO有 所以我就会薪水波入的时候 就会把一部分钱 就是把它丢到这个ILEO 当做是这个所谓的 高利活储的这个账户的资金运用 那因为ILEO它也有提供这个跨转支出 所以我转出去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的薪资存折 基本上就是使用ILEO 这个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的所谓的新转存折的 使用这个PIPO跟大家分享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备用存折 那我的备用存折 反而是用在这个所谓的Banking 因为你的生活准备金 或者是你生活上有一些 意外开支的部分 其实你是需要有一笔钱 让你自己心安的 那我自己本身的远营 Banking数位账户的 目前的存款额度 2.6%的存款额度是500万 应该也是全台湾最高的 所以我的钱500万以内 在里面都是2.6%高利活储 这个对我来说也是 我很想要努力先把这个钱 给存好存慢 但是现在赚钱的速度很慢 所以很难 但是呢也提供大家参考 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拿到 2.6%高利活储的朋友 你也可以就是去试着去挑战这个任务 然后邀请你身边更多的亲友 来使用这个Banking数位账户 那他们存的钱越多 你就高利活储的额度就越高 所以其实我做的事情 跟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不是因为我是宝可梦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这个特权 不是我也是很努力的 在推广这个产品 所以我才有500万的高利活储 但只是现在都存不满而已 好这是我未来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好第三个 好就是这个消费存折 好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凯基银行他的他的这个户头 就是我现在做废掉这个 这是万泰的 后来的话他就变成是转成凯基 这凯基的这个账户的话 他有一个亮点还不错 就是如果你有开凯基证券户 之前有看我们这个所谓的股票介绍的部分 你应该都知道我有介绍过几个不错的这个所谓的券商 好那凯基的部分的话呢 他有搭配自己凯基银行的户头 就是你去银行开户 然后你说你是要股票交割的 那么他就是你的凯基证券户码 那凯基证券交割户的那个 那个利率是比较低的 但是他有一个优势 就是有34的跨体转 好所以我每个月 这个34跨体转都可以拿来参加活动 然后就是把它转按成点出 这是我来说是很方便的 那他很早很早早期以前 他有推出一个活动 就是说如果你用他行的信用卡款 然后用我们这个凯基的证券户来做扣缴 你还可以拿到扣缴金额的0.1%的回馈 所以我因此大概都赚了2000多块回馈吧 那时候应该是扣了 不知道应该是二三十万左右的卡费 对要0.1%嘛 就是赚不少 所以对我来说就觉得说 哇这个户头当初就是这么好有 所以我大部分所有的信用卡的卡费都是统一律定在这个凯基的这个所谓的证券账户去做扣钱 所以现在的话我大部分的账户还是在这里 所以我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有要使用这个34跨体转次数优惠的人 那它的确是可以变成是你的资金池 我觉得是还蛮好用 我到现在都还是有在用 所以凯基证券户也推荐大家去开户 然后也有机会也可以去使用 但我使用的不是下单 我使用的是它的这个34跨体转的优惠部分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投资账户 那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宝可梦有使用这个有封金证券的大户头 也有使用它这所谓的封存股 封存股目前就是定期定额买0050 还有预算金这两支 每个月就固定是扣30003000这样子 那它的扣款账户就是律定在永丰大户数位账户 那你的钱放在大户数位账户里面就是1.1%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觉得是 应该是市场上面很高的一个回馈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所以我大部分每个月都会被扣钱 所以我的钱就会有放一部分的钱 尤其是投资的钱都放在这边 那当然也要再跟大家提醒就是 永丰大户的这个现金回馈预期卡 跟它所谓的永丰必备卡 它的钱也都会从大户数位账户扣 所以我也利用永丰大户数位账户来买我的外币 因为要支付这个必备卡的消费 那这两张信用卡 你如果拿来这个所谓的入金 那么你可以就是享受到这个所谓的全世界的股票的成长 除此之外呢 影响给你的这些额外的7%的这个回馈 你如果再把它就是利用复利再把它放到市场上面去升 10年之内可以让你的本金多滚出30万 这是之前的这个讨论的主题跟大家讲过的 请你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就是 永丰大户数位账户一定要开户 因为它拿来做搭配投资非常的实用 所以我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投资的金额 都会从我的大户数位账户把钱抽出去 所以这个户头绝对是你投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账户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所谓的四个账户的理财法的资产配置的情形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接下来你可能会有个问题就是 那你不是有一堆账户吗 那那些其他你办了一堆的数位账户有可以干嘛 那在这边就要再提供大家一个另外的思考 跟一个就是宝可梦赚点的小撇步 就是当然是拿来转账赚点数啦 赚点数当然好啊 你看我这边有没有一堆这个所谓的签账卡 就是金融卡提款卡 这些都有固定的这个所谓的跨洋提款免费民手续费次数 比如说这边有三张RECHAR RECHAR就是五次跨转嘛 那永丰大户的话其实我也有四 我们家三个账户叫我 就四个账户都可以拿来转账 也是可以赚到每个月16次的这个所谓的跨洋转账次数 那合固的话就是新户是66次 那后来就变旧户就是只有六次 那凯基的话就是一个证券账户就是可以转30次 所以四个账户就可以转120次 那台清的这个所谓的应该是梦想云的这个账户有三个 一个月可以有三次的跨转免费的 那王道的部分有四张一次也是五个 所以这边有20次 瑞欣的话一次是一个账户是15次 然后两个账户就是三 讲错了一个账户是30次 两个账户就是60次的跨转 那Ideo也是 Ideo我们家有四个账户 一个账户就是有10次 所以你看哈布隆东加起来 天哪一个月的转账次数至少也有两三百次 所以这两三百次的话 其实也可以为你赚进不少额外的点数 那你可以参加哪些银行推出来的活动呢 这边往下看就是 第一个日盛Web ATM的日盛送点网活动 它现在上半年的活动结束了 但是下半年的话呢 一样有活动可以参加 然后一次是5点 所以你看我刚刚如果是200乘以5 就是1000呢 1000点的点数可以兑换1000块礼券 所以你一个月可以赚1000块礼券 6个月就是6000块礼券 所以这就是这个 包括到底是怎么转账赚点数 这些礼券怎么来的 怎么送一堆礼券来送粉丝 就是都从这些方式 一点一点一滴这样弄下来的 那第二个可以参加就是台新点的活动 台新点的活动就是 跨转跟这所谓的跨题都是有的 所以这就是两个 市场上目前最大的这所谓的转账赚点数 或者是提款赚点数的活动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有兴趣的话使用关键字搜寻 都可以找到相关的文章 或者是宝可梦的文章 都有做这个所谓的专门的介绍这样子 也欢迎大家就是有机会就是多学习多跟团 你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好看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最后最后的话就是这是我们的ending card 这个四存者的账户理财法 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就是开几个不同的账户 然后把它律定成不同的投资专用 或者是储存预备金专用的账户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理财账户之类的 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你要的四个方向 那么时间到就是把钱放进去 那么长久以来你就可以累积到一定的资产 这个也是我目前都有在做的一件事情 也许我没有分得那么的仔细 但是事实上各个不同的账户地区 都是有它不同的功用 那时间到我就会把钱放进去 包括我自己的大户 因为要持续的把钱投进去国外 投进去eToro里面 所以我那边放的钱都会很多 因为会一直扣款一直扣款这样子 好 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四存者理财法 不晓得你今天有没有收获呢 如果有的话呢 非常欢迎你就是赶快来订阅宝可梦的频道 我们每天晚上十点更新 好不好 好 按赞留言分享 赶快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投资 好吗 让大家以后都可以财富自由 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